北京时间8月4日 奥运女排的赛场再次燃起激情的火焰 中国女排以她们坚韧不拔的精神 和卓越的技术水平 继续书写着属于她们的辉煌篇章 在小组赛前两场关键战役中 中国女排以令人瞩目的表现 成功跨越了重重挑战 首战面对实力强劲的美国女排 中国姑娘们没有丝毫畏惧 她们在场上展现出了极强的韧性和战术执行力 经过五局敖战 中国女排最终以3比2的比分险胜对手 这场胜利不仅提振了全队士气 更为后续比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紧接着 在第二轮对阵法国女排的比赛中 中国女排更是势如破竹 以3比0的完胜姿态 展现了她们在技战术层面的全面优势 顺利将小组出现权收入囊中 昂首挺进巴黎奥运会八强 随着小组赛的深入 每一场比赛都显得尤为关键 在竞争异常激烈的A组中 中国女排凭借着两场硬仗的胜利 不仅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女排 永不言败的精神风貌 今晚 小组赛将迎来最后的收官之战 中国女排将迎战 同样实力不俗的塞尔维亚女排 这场比赛不仅是对中国女排小组全胜目标的终极考验 更是对她们技战术水平和心理素质的一次全面检验 对于广大球迷而言 这无疑是一场不容错过的精彩对决 CCTV5体育频道将在晚间23点准时直播这场比赛 让观众们能够近距离感受中国女排的 萨爽英姿和顽强拼搏 同时 在当天的CCTV5直播节目表中 还安排了射箭 拳击 乒乓球和羽毛球等多个项目的精彩赛事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体育盛宴 而在CCTV5加节目表中 虽然为直接射击女排比赛 但其他体育项目的精彩瞬间同样值得期待 无论是射箭男子个人八分之一决赛的紧张刺激 还是拳击女子75公斤级四分之一决赛的力量碰撞 亦或是乒乓球男单决赛和羽毛球男双决赛的巅峰对决 都将为观众带来无尽的惊喜与感动 总之 8月4日的体育赛场充满了无限可能 而中国女排与塞尔维亚女排的较量 无疑是其中的焦点之战 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女排能够延续之前的良好状态 用一场胜利为小组赛画上圆满的句号 也为接下来的淘汰赛征程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感谢观看